歡迎回到前半百 說這是何方神聖 當然最近的話題正熱就是黑悟空 這也算是齊天大聖 帶動了這一波台股 還有包括在大陸股市的 一些換機潮的行情 但是呢 我們要說到台股的何方神聖 說的是融資 為什麼這麼講呢 因為這兩個禮拜 在八月的中下旬行情當中 大家就陷入觀望 亮縮 等待揮達財報的時候 這些個股融資逆勢增加 而且股價一檔一檔的強勢 今天雖然有些漲有些跌 是因為漲多拉回 這些都是最近很強勢的青雲 還有包括個股當中 像是鄭達 臺灣精銳聯亞 今天都還可以強攻到漲停板 立即東台今天表現也不錯 只是漲多有點休息 尾盤有點拉回 下一頁的部分也可以看到了 包括有靖倫 耀華 晨啟 聯穎 臺虹 這也是前一天特別強勢的個股 都是八月中下旬之後的飆股了 八月資增而轉強的個股 今天稍有震盪 來看看這些個股 在這裡都是榜上有名幫你挑出來 今天立刻請紅斌上來告訴大家 我們先看到這些資增轉強股 這融資在最近這兩個禮拜 跑進來的個股蠻強的 這融資是何方神聖 我們可以把它當作聰明錢來追蹤嗎 看看前一頁那一頁來挑這些個股的部分 怎麼看這一次的融資 首先在股市的參與者大概就三種 一種就是法人 然後再來就是業內主力中石戶 然後再來就是自然人投資人 就是俗稱的散戶 那其實以他的一個量能來看 這一次因為這些個股 其實法人著墨的部分是比較少的 那如果說法人沒有再去做著墨的前提之下 那就非常有可能是業內大戶 那至於是聰明的融資還是比較笨的融資 那以這一陣子的一個股價 以績效來論 當然他是聰明的 而且以量能來看 其實一般的散戶投資朋友 沒辦法做到這麼大的一個推升量 所以這樣的一個相關的一個個股 這種聰明的融資 股價確實有在起漲 走出一個強勢的攻擊型態 是大家可以留意的 我們來看一下有一些短線的題材扣掉的話 像機器人的臺灣精銳 對啊 然後像建村 然後細光子的 剛剛有提到蓮亞 還有這個機器人的高峰 然後像這個玻璃的一個正達 對 然後還有切入 就是那個切入金核 金圓傳送的靜倫 這也是剛剛開始的 還有最近有颱虹跟耀滑 雖然他們前一波 這一波的前一波 他是在漲那個散出型封裝的題材 不過他其實也是標標準準的瓶蓋骨嘛 那跟耀滑 我覺得這八檔 我覺得下個禮拜是可以留意的 好 特別標出這八檔來看 資增轉強 那下週進入九月是不是續強 這些個額操作怎麼看 今天幫我們挑出來的 好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那個臺灣精銳 我們這邊他的一個 接下來的一個操作重點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看過他的K線了 其實他是上漲無極限的 所以大家就沿著五日均線持續性的續爆 然後一直到他有出量爆量的一個黑K 爆量的時候才是小新的時候 對 那他的量可能是他平常的一個 如果是維持緩慢的一個量增 那這個是正常的一個增溫 那如果說哪一天他的量有到原本的兩倍 兩倍以上 那可能那一天的一個爆量的黑K 就是大家要比較稍微注意一點點的一個地方 這是台灣精銳 那建春呢 好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建春 建春他現在就是還是維持這個區間震盪的一個格局 大概區間就是 因為他今天是爆量的 這個的一個短線的強弱的一個高低點 就直接當作一個短線的參考其實就可以了 就以今天的高低點來看 對 因為他今天就是爆量 就像剛剛我們說的那個台灣精銳一樣 爆量的一個高低點就是強弱的一個關鍵 那爆量低點能在這邊持續這邊做震盪 那突破這個88.4 所以今天低點是75.5 所以下禮拜不能破75.5 對 絕對不能破 這是建春的操作 對 破的話就整個就走弱了 OK 好 然後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我覺得比較有題材性的 像瓶蓋的這兩支好了 台虹跟耀滑 那我們看台虹 好 首先台虹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波 他一個前波高點大概是在這個位置 所以目前他也是沿著五日均線 就在這邊去做震盪 那所以他這個他這邊的一個大量的一個低點在這邊 那所以他在這邊在這根紅棒子裡面 去做一個上下震盪去做整理 那這個均線 五日均線 今天有微幅跌破 那當然他能三天之內快速暫緩是最好的 但是他真的轉落的關鍵點是在前天 一二三 三天前的一個大量低點 大量低點能有守住 我覺得整體的走勢都還算蠻健康 好 K線打一下 看看那一天的低點在哪裡 如果是前天的這個紅黑低點 是66塊6 所以66塊6的位置有守住 我覺得整體在這邊去做一個震盪洗盤 如果有再換手 因為他這一波的一個整理都是呈現量縮的 那其實就是價漲量增價跌量縮 這是很漂亮的一個走勢 真的一個大量是在這個位置 那下個禮拜馬上就要碰到這根大量的一個低點 那如果大量低點 他又沒有補量的話 那這邊會成為 他會過不去嗎 對 他會很容易成為一個反壓 那反之如果他下個禮拜有出量 又站上大量的低點的話 那他就回到新的這個區間 那就有機會去挑戰前高45塊6的位置 好這是我們看到從熱門的融資一買就漲的個股去檢視 再從中挑出這八檔剛剛這紅冰告訴我們 可以注意的一個指標跟標的 是不是接下來的九月 還有這些黑悟空 繼續在當齊天大勝 值得留意的 但是下禮拜重點 當然就剛剛講到很多半導體的設備 相關大展要登場 但之前自動化展登場 機器人大軍也曾經在八月紅過 那接下來呢 這幾天又看到他們好像又有點蠢動 是不是又要活起來的感覺 這怎麼看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每一次在台灣展覽結束之後 好像這個族群就會休息 但是這次機器人就比較不一樣 他在展覽結束之後 休息了一個禮拜的時間 他又整體的性的一個活過來了 但是所以我們就來回顧一下 這次機器人大展大概都大家都展了些什麼 像台北的話 這個這次展場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不管是台北北京跟印度 其實因為這次大家參展的時間都一樣 那其實你看有三千多家的廠商 其實還在分時這個機器人的大餅 而且這個以下面我們來看這個機器人 自動化的一個成長率 跟那個工業自動化的一個成長率 從現在一直到2030年 這整體的一個趨勢都還是往上前漲不變的 對那看到這個禮拜 他又持續性的轉強 這個也跟我們之前跟大家講的一樣 這個族群他可能會進入休息 但是因為產業趨勢沒有變 那他他就是在等一個轉強的契機 那台北廠他主要就是在機械手臂 跟視覺檢測這相關的 那北京的廠那一場就比較不一樣 他展了25款的一個人型機器人 對然後還有50款的一個大型語言模式 聽說還有真人 對還有聽說還有真人 被人家捏來捏去的 對後來才捏出來才發現 原來他是真的 所以其實他們一些相關的機器人的一個人型機器人 在北京的這一次的展場 其實就蠻讓人驚艷的 好來看看人型機器人啦 其實這個示意圖的部分 是未來可以想像 說不定會出現在你的公司 你的工廠 甚至你的家裡了 到底呢 這人型機器人題材上 對於臺灣廠商來講 我們可以著重的重點 是在哪個產業的環節當中呢 對其實我覺得藉由這一次機器人大展之後 我覺得反而大家對機器人族群 會有個更清楚的認識 那機器人族群 目前就是大概就分成上游的一個處理器 晶片跟軟體 這個大概就是以NVIDIA跟高通 他們為一個指標個股 然後像中油的話 臺灣主要的一個工藝 主要都是在這邊 像控制器硬體 我們是這裡 視覺相機 對 還有像減速器跟機械手臂 就進行機器手臂 對還有減速器機器人 都是臺股其實蠻強的 就是在這一塊 然後再來下游的一個自動化設備 跟全廠的一個自動化 指標股就像2464的盟利 這也算是其中之一 首先在機器人 在這個族群 之前我們都說指標股 我們會看8374的羅生 但是這一次在展覽過後之後 其實最強勢的 就是我們剛剛看過的臺灣精銳 但是所以 它是做減速器的 今天我把關鍵製程 其實都寫在前面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以關鍵製程下去做一些 標的物的一個尋找 那再來接下來的一個機器人 相關個股 大家要幫我注意的話 就是一個營收 或者是業績的一個部分 因為之前的羅生他可能營收還沒有 目前還沒有反應在 他實質上的一個獲利 那這一波最強的臺灣精銳 他就有非常好的成績 你看他是真的有業績的 或者是Q2的EPS 其實都有大幅度的一個成長 難怪可以飆到548塊 對所以接下來大家在找機器人 相關個股的時候 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他們的一個營收 那這一檔其實是年減 然後也是月減的 但是這檔稍微幫我注意一下下半年之前法縮會的時候說過 因為他這一次的一個年減月減的主要是他處分了一個場給麥達特 那他今年法縮會的時候有說今年整體的業績還會成長10個百分點 我們就來看一下他之後的一個業績的一個成長的一個情況 最近有利空 其實理論上以他的這個營收表現 他應該要掉下去啊 撐上去了 但是實際上他連月線都沒有去做跌破 所以大家對於整體的一個法縮會跟未來的一個整體的一個營運展望 我相信是非常樂觀 這是有通 那另外剛剛也看到自動化齒輪高峰 高峰剛剛也在這個你也點到了這種資深又加強的個股當中 他有業績嗎 他的一個七六那個第二季的一個EPS其實表現得還不錯 那七月的時候雖然小股衰退 所以造成這一陣子的一個股價有做一些拉回 所以就後續的話就是關注一下他8月跟9月的業績能不能維持第二季的一個高峰 投資市場瞬息萬變 今天的利多很可能就成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麼樣隨時能夠掌握最新訊息 重點是做出專業的解讀 而且化為精準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斷 記得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前線百分百 每天帶你掌握全球最新訊息 按讚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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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